日本宫崎县近海8号发生7.1级地震后 日本气象厅发布提示信息 警告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增高 这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担忧 多地民众纷纷抢购物资 不少酒店旅馆则遭遇了退定潮 根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 在爱知县小牧市的一家超市 部分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据店家介绍 民众囤积的商品主要为卫生纸和瓶装饮用水 自8号傍晚开始 卫生纸的销量约为瓶时的三倍 整箱瓶装饮用水的销量约为瓶时的六倍 此外 连日来 在宫崎县及周边地区 也出现了瓶装饮用水及防灾物资和应急食品等销量大幅上升的情况 据共同社10号报道 酒店和日式旅馆退定潮 集中在可能遭大地震袭击的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 高知县一家日式旅馆说 在日本相关部门发布警告后 大约450名客人在9号取消了预定 地震警报所覆盖区域的不少旅游胜地也受到退定潮影响 日本太平洋沿岸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 至九州 冲绳将遭遇强震和海啸 最严重情况下 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预计可能超过32万 损毁房屋至少238万栋 特别 此 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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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